据美国七项部门预测 飓风伊恩威力将继续增强 预计9月28日升级为四级飓风 袭击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海岸 届时最高风速获达每小时225公里 目前该州已有250万人被疏散 据美联社报道 此次飓风可能导致佛罗里达州坦帕市 遭遇1921年以来首次强飓风直接侵袭 并带来大规模停电 据气象部门预报 伊恩可能给坦帕湾地区带来高达3米的海浪 累计降水量或达41厘米 局部地区甚至可达61厘米 此外 坦帕国际机场方面表示 自27日晚上50起 机场暂停运营 美国联邦应急管理部门27日警告称 不要低估伊恩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 同时敦促民众听从政府指令 目前 联邦应急管理部门已经准备了350万升水 370万份食物 以及数百台发电机来应对即将到来的伊恩 鉴于更换绿卡的处理时间被拖延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9月28日宣布 将到期或已经过期绿卡的有效期自动延长24个月 已经提交I90更换绿卡申请表的永久居民 将可获得24个月自动延期 此前 移民局曾将有效期延长12个月 移民局已经更新了I90申请表收据上的文字表述 自9月26日起已经开始印发新版收据通知 该通知连同过期绿卡可被视为身份延续的证明 9月28日 白宫在饥饿、营养和健康会议之前 发布了美国2030年结束饥饿的国家战略 政府将与国会合作 到2032年为900万儿童提供更健康的免费学校膳食 该计划将在夏季为购买食品杂货的家庭提供福利 同时与国会合作扩大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受惠人群 以更多的服务更多的民众 9月27日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对11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及其子公司 分别公布了11亿美元和7.1亿美元的罚款 加上去年12月以来对摩根大通的2亿美元罚款 总罚款金额已达到20.1亿美元 原因是这些银行未能监控员工 在未经授权的及时通讯软件上沟通业务的情况 违法了美国联邦证券法的记录保存规定 彭博社报道说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投行因记录保存失职而面临的最高罚款 9月27日下午 顿涅茨克、卢干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地区入俄公投正式结束 根据当地选举委员会27日晚公布的投票结果 四地选民对于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赞成率分别为 顿涅茨克99.23% 卢干斯克98.42% 扎波罗热93.11% 赫尔松87.05% 此外 据当地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数据 此次公投四个地区的投票率都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50%门槛 公投结果可认定为有效 9月28日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域餐厅发生严重爆炸燃烧事故 造成17人死亡 3人受伤 经事故调查组现场勘验和公安部门调查 初步认定 事故为瓶装液化石油气罐泄漏 引发爆炸燃烧所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